據巴基斯坦官員說,一名塔利班自殺爆炸手在首都伊斯蘭堡附近發動襲擊,造成23人喪生 有關當局在星期四說,這一名爆炸手在拉瓦爾品地的十業派穆斯林舉行遊行時引爆身上的炸彈 之前警察曾經試圖在一個安全檢查站攔截他 這次的爆炸還造成最少62人受傷,當中有幾名兒童 在星期三,塔利班在卡拉奇一座十業派穆斯林清真寺發動了一宗襲擊事件,最少有一人被炸死